對於涉及歐岸的重要證人建築商林偉 在香港成功套現股票一億多 廉政專員張宇說 港澳是兩個不同的司法區 執法上只能透過對方協助 能夠做的廉署已經做了 這樣不是失職或者做少了 廉署會盡量想辦法 令缺席歐岸審訊的當事人出庭認訊 李麗尚報導 張宇在出席公開場下被問及對歐岸的感想 他說極不希望再出現這樣的事 重新作為監察部門 如果出現法律不容許的事 廉署會堅持依法辦事 張宇說廉署正進行歐岸第二階段的調查工作 對於有報導指 案中一直失蹤的關鍵證人建築商林偉 上個星期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 估出信保國際2.46億股 估計套現一億一千萬港元 張宇說 港澳是兩個不同的司法區 執法上只能夠透過對方協助 能夠造假廉署已經做了 提到的一些情況 實際上廉署能夠做的事都已經是做了 但是我們需要明白到港澳 屬於兩個不同的司法區 廉署的工作的話 如果在另外一個司法區裏面 第一就是 執法上面只能夠透過 其他的地區 相關部門的一個協助 就不一定好像我們一般人的想像 這個就是有些甚麼失職 或者是大問題出現 這個不是失職 亦不是說存在著是做漏 做少了些甚麼事 希望大家會明白這一樣 張宇說廉署會透過司法手段 或者其他執法部門的協助 盡量想辦法 制度缺席勾案審訊的當事人出席應訊 張宇指 房貪部工作要防患未然 廉署經接近完成 有關土地和工程批給制度的措施研究 並會在短期內提交給政府 為修法前當局可以採取的措施 和修法工作做參考 好